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 今天早上第一关300公里 我们的鸽子已经全部到齐了 可惜啊 飞的不够快啊 而且空气非常的吃亏啊 今天第一批鸽子到的时候 扫描之后我的鸽子是排在十几名 二十几名 三十几四十几 后面就是别的赛区 鸽子到了之后我的 成绩就被刷下来了嘛 空气差太多了 差了十几二十公里啊 最快的那个掉到了六十九名啊 还蛮打击信心的 然后其他的一百多名的 比较多一百多两百多的 现在是第一关 后面还有三关要飞 反正没有那么足的底信心啊 感觉 早上鸽子回的时候还感觉蛮好的 就是啊 飞了 有排在了十几二十多名 结果到最后 最终的成绩下来之后就下降了很多名 全部都是拖垃圾 到是全部都到齐了 今天最后一个是十一点多到的 刚刚在喂食喂王了 然后今天还是没有拍那个归槽视频啊 因为早上开直播了嘛 开直播了就没有录视频 如果想要看归槽视频的 可以去看那个回放 就是回播回放在那个百度这里啊 直接去看就可以了 十四个鸽子 已经全部都到了 今天的五九也飞得不好 五九飞得太慢了 五九六零这些都飞得不好 好了现在喂王食了 然后让他们喝王水休息一下 虽然成绩飞得不是很理想 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放的 第二关的话是在五天之后 五天之后及格 应该是二十号及格吧 二十一号开龙 如果没有延迟的话 三百五十公里第二关啊 鸽子也还好 今天回来也不是很累 而且今天我预计是比较难飞的 因为天气比较热嘛 又是顶风飞 没想到鸽惠的归槽力都蛮高的 到目前为止已经回了九百多个鸽子了 上龙是上了一千三百五十个吧 然后现在是已经回了九百多了 所以归槽力也是蛮高的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 在我这边第一个到的鸽子 也是中山鸽有聚放在这边的 刚刚未完时啊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黄眼的小池鸽 看一下板条 你看这个是棍章 还有一个正义光的章 正义光会场这边也有 资格赛正义光 现在已经有盖了四个章了 一个小池鸽 骨架各方面都蛮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鸡肉 看到没有 鸡肉非常好啊 很柔和 而且今天飞得也相对轻松啊 你看所有的鸡肉都很饱满 看到吗 你看我现在把它放下来了 就是这个鸽子啊 希望后面的表现会越来越稳定吧 不要说有多快 保证在第一梯队 有它回来的话 基本上入围就没有问题了 精神蛮好的 飞往上百公里跟没飞一样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的关注跟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见 谢谢大家